他老婆做了几个梦 梦见他儿子和台长之间 发生了非常离奇和非常震撼的事情 以后有四个梦 他儿子是2011年 十月份药师佛生日那天出生的 他老婆怀疑期间 好几次梦见官司应付杀 这件梦穿的是他老婆的 就是他 他老婆梦见自己开法会 自己在法会上很荣耀 自己这个做母亲的 因为儿子的因素才会在法会上很荣耀 然后几天后 他连续做了四个梦 第一个梦 二岁多大的孩子躺在床上 见到台长进来 喊台长爷爷快过来 一生疲惫的台长马上 喜笑颜开 躺在儿子身边双手合十 说求观音菩萨保佑我们快快长大 台长也双手合十 和宝宝一起许得这个愿 然后第二个梦 我手机打开一下 在远古时代 场景不知是天体还是人间的一个山洞里 台长和儿子两人 他儿子当时是一个女人 是个女生的神兽 当时好像是为了完成一桩特殊使命 女生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能量全部转移到了台长身上 台长泪流满面 难过无比 就在他临死前说了几个字 意思是未来和台长见面的约定 同修醒来 要把这几个约定的字告诉丈夫 但是他丈夫在睡觉就没说 醒来之后 他就忘记了 场景三 就到了现代 同修抱着儿子参加台长法会 儿子突然看到台长 突然喊出了那几个约定的字 台长一下子惊醒了 马上用天眼看 台长马上就看到了过去的那一幕 顿时台长眼泪就流下来的 接着做第四个梦 第四个梦就是 可能是台长未来的一些事情 台长我不要在电话里说 然后醒来后 同修就忘记了他儿子和台长那几个约定的字 就是这四个梦 台长要不你简单感应一下 这个儿子一定跟台长前世缘分很深的 他是一年熟兔的 这小孩子 这小孩子一定缘分很深 他一定天上下来的 就是他老婆梦见上 儿子以前是神兽和你在山洞里修行过 神兽是吧 而且这个孩子的父亲和台长的缘分也非常深 但是他乱窝在电话里不要说 所以 这个梦是真的还是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像台长这种 前世不知道跟多少人借的善缘呢 那么他这个儿子 是台长也是缘分很深的 应该是缘分的 就像我现在身边很多孩子一样 现在很多秘书处的都是我的孩子 他们这些小孩子都是非常可爱的 台长都看到他们过去跟我的姻缘 所以这个人就跟人就是缘分的 不定的在转换 这个小孩子肯定是跟台长前世有缘分的 明白了吗 要不下次把打图成刚刚上你再看一下吧 嗯 嗯 嗯 然后问问几个问题 就是